我之前在专栏中分享了一篇关于富士XT3的使用心得和配件分享 收到最多的留言和私信就是关于我推荐的那个移动电源的 所以今天呢就特别拍摄一期关于电池续航老大男问题的视频 给不喜欢读字和没看到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下这个神器 如果你正在使用富士相机经常旅行 爱拍视频或者是延时正在纠结要不要买个手柄等相关的疑难杂症 千万不要走开 看完这个视频呢要到病除 大家好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作为卖了佳能买富士的我 在2018年购买富士XT3的初期就当头一棒遇到了电池不够给力的困扰 NPW-126S电池是富士相机很多型号都在通用的 也就是说我的病友们应该还不少 根据以往的经验呢 我当时第一个想到的解决方案啊 就是多买几块备用着 看了看价格 我退缩了 原厂电池啊64美金一块 副厂也要19美金 说实话呢我不敢买副厂电池 担心的问题呢实在是太多了 钱是省下了 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在拍摄中掉链子 耽误事 严重的呢可能还会烧鸡 所以啊我还是咬了咬牙 买了一块原厂电池 作为备用 当有了两块电池之后呢 我就膨胀了 觉得是不是该买个手柄 好让这两块电池可以一起上阵 确实呢在有了手柄之后啊 续航能力明显提升 但是说实话呢 两块电池还是不够拍一整天的 一块电池刨去待机的时间呢 其实也就能拍个300多张 再拍点视频 反正总是提心吊胆的 随时就准备收拾包回家了 买了手柄 同时呢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背包加重 相机体积变大 好像除了在拍平面的时候 能够方便竖拍 缓解了手腕的压力 其他对于我来说呢 这个手柄似乎没有那么有用 而且加了手柄之后啊 相机的外形看起来可就不那么秀气了 使用多块备用电池呢 还会有一个问题 旅行的时候回到酒店 已经非常疲惫了 要是有好几块电池呢 就要带好几个充电器 才能完成同时充电 不然要上个闹钟 每隔几个小时起来换电池吗 所以多电池加手柄的方案呢 就此宣布彻底失败了 手柄后来当然也是给卖了 有一天无意间在翻阅富士官方网站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一个页面 叫做富士XT3匹配表 每个型号的相机啊 其实都有这么一个页面 在上面呢 明确的列出了富士官方认可的 可以与相机匹配的相关设备和软件 其中包括有内存卡 闪光灯 镜头转接环等等 其中一项啊 引起了我的注意 移动电源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 于是就有了我现在手中这个移动电源 我购买的是 Anker PowerCore Speed 20000pb 也就是列表上的第一个 咱们今天呢 就细说一下这个型号的使用感受 首先啊 是我比较关心的重量问题 369克 0.81磅 大概呢 就是有两个手机加在一起 那么重 属于可以接受的重量 其次呢 它有两个接口 USB PD接口呢 可以实现四小时快速充满电 它需要使用原配的强插底座和USB-C的线 这都是买移动电源的时候附送的 四小时的充电速度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惊人 这可能是我使用过的充电最快的移动电源 中午吃个饭睡个午觉的功夫呢 就可以满电复活 初期拍摄了 在它的旁边啊 还有一个IQ接口 是USB的 这两个接口啊 其实都能给相机充电 只是用的线不一样 一个是USB的 一个是USB-C的 我平时呢 都是用这个USB-C 也就是USB-PD的这个接口 给我的富士XT3充电 在相机打开的状态时呢 插入移动电源 会在电池上方显示出一个电源插头的图标 说明正在使用直流电源 关闭相机充电时呢 相机的指示灯会一直亮着 直到充满 会自动关闭 留着另外一个USB的口呢 其实是可以同时给手机或者是其他设备充电 在移动电源的侧面呢 有一个开关 按一下呢 就可以打开电源 同时呢 会亮起4个LED的蓝色灯 显示剩余的电量 连续按两下这个电源开关呢 就会关闭整个的电源 整体的设计啊 十分的简约 外观的手感呢 也是不错 买的时候啊 还会送这样的一个外套 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拍摄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揣在兜里 或者是挂在三角架上 还记得我之前推荐过的魔术贴 绑签带吗 这里啊 就用上了 我平时会把一个绑签带 就这样捆在三角架腿上 需要用移动电源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绑在三角架上 这样风大的时候啊 就不会晃来晃去了 起到了固定的作用 也可以避免在拍摄视频 或者是延时的过程当中呢 不小心碰到移动电源 导致相机的震动 在匹配表里 实际上有两个型号 除了我买的这个呢 还有一个PowerCore 26800PD的 它们的区别啊 是容量上 一个是2100毫安 另外一个呢 是26800毫安 相差6700毫安 官方给出的数据呢 是我这个最高输出功率为22.5瓦 而26800那个型号呢 高达45瓦 这两个型号相比来说呢 26800输出功率更大 适合充笔记本电脑 移动修图 当然它价格也贵出去不少 这个20,000呢 是65美金 26800是101美金 如果只是为了给相机充电的话呢 20,000的电量足够拍一整天 都用不完的 我基本上呢 都是连续拍两三天 才充一次电 除了富士XT3 实际上啊 我手头上的大江灵谋和运动相机呢 也是可以边拍边充电的 富士其他型号的相机呢 我帮大家在网上也查了一下 比较新的机型呢 基本都支持这个移动电源 并且呢 可以实现开机充电 另外一些入门机型 只支持关机充电 这也能给旅行当中啊 解决不少难题 例如在吃饭或者是乘车的时候呢 都可以随时给相机充电进行补给 无形当中啊 也是增加了电池的续航时间的 有了这个移动电源呢 相信它会改变你对购买富士相机的一些顾虑 并且不用再把注意力呢 过多的放在电池上 担心旅行中可能会错过什么样的画面 在购买新的设备时呢 其实也可以考虑是否可以利用这个移动电源 因为我发现 它几乎可以给我所有的设备充电 现在出门呢 基本上就靠着一个移动电源 给我的手机 相机 还有其他的配件进行供电 这彻底的解决了旅途当中的用电难问题 至于在寒冷地带的使用寿命问题呢 还在未来有待考证 也许其他的品牌的移动电源呢 也可以有同样的作用 但是有了富士官方的保家护航呢 我们用起来也会更踏实一点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在这里可以帮你解决旅行摄影的疑难杂症 关注我 有惊喜